各位好,我們今天來解Litcode的問題 今天Litcode的問題是第143題 所謂的Reorder List 那基本上它是 題目是這樣的 它是給一個單項的鏈接串列 所謂的 Singling Linking List 那它的List大概 現在是長成從L0 L1 一直到Ln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單項鏈接串列的節點 那 它請你 返回 如下的 鏈接串列 所以它這裡的那個排序方式是 L0 然後是Ln 然後是L1 Ln-1 L2 所以基本上呢 呃 它是L0 跳一個就L1 再跳一個是L2 好 那這個是有關偶數部分 偶數節點的部分 激素節點部分呢 它是倒序的 它這邊是Ln 然後Ln-1 然後Ln-1 再來是Ln-2 好 那它要求你不能去直接在這個節點上去改那個值 好這是不可以的 只有節點它們 互相是可以改變的 好那我們這邊先看一下它的一個立體 好 好立體部分我們先看立體1 立體1它這邊很簡單就是1234 好所以根據剛剛的提議 所以這邊是1 然後最後是4 再來是2 再來是3 好這當然沒有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看立體2的部分 立體2的部分呢 它節點數比較多 好這個前半我們先 是1 1 2 3 好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 跳一個先擺1 2 3 這沒有問題 好 那後半的話是4 5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倒序 5就放這裡 4就放這邊 好所以我們就得到的答案是 這樣子一個 連結串列 好接下來我們看它的constraint 嗯 constraint的部分呢 這應該也 蠻清楚的 所以它的節點個數是 1到 5萬之間 那 解點上面的數字是1到1000之間 好接下來我們看我們大概解題的一個方式 好 好那解疊方式我們當然是會比較建議採用 純粹用 linking list的一個方式 就不採用其他額外的一些容器 那所以在這邊的話 那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要先找到所謂 呃 這個節點的終點 節點的終點 我們的一個做法當然就是所謂 呃 採用所謂的 歸兔賽跑的一個演算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呢我們 呃 藍色部分我們就可以去設所謂的fast 黃色部分呢我們就設所謂的slow 那基本上當你的fast 呃你走到 呃 最後的地方也就是說後面沒辦法再走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就看你slow是到哪裡 好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能夠去 啊 找到他的所謂的中間的那一點 好 這是我們大概的一個 一個想法 好 然後找到之後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個後半的部分呢 你這邊你要去做所謂的一個reverse的一個動作 做reverse的動作呢 我們當然也是採用link in list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看看我們大概是怎麼樣 用採用怎麼樣的方式去解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處理所謂的 呃 也就是說他的後半部我們是要這樣反轉 後半部的反轉方式呢 當然當然就是從 呃 你基本上你有兩個 應該來講是三個指標啦 齁 那其中一個當然就是我們要去 從頭 從他開頭到他結尾 所以我們這邊就設所謂 呃 cur 這樣一個指標 那另外兩個指標一個是preverse 另外一個是nest 那所以我們的第一步啊 當然就是說我們先用nest 先去設它是 呃 current的nest 好 然後 第二步呢 將current的nest 設為 它是preverse 就前 前一次的一個節點 好 第三步呢我們就移動preverse到 Current 第四步呢 將我們的current 設為 呃 呃 就是原先我們設nest的一個地方 基本上透過這樣一個 呃 所謂的two point的方式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 將我們的整個鏈結串列 將它做一個反轉 好 所以這個整個的解法呢 我們看看我們的 呈現的方式 好 首先呢你當然先看我們是不是要先做任何的一個運算啊 當然你如果說呃你的節點是空 或者是你的長度是1或2的時候你基本上你不用做任何的一個動作啊基本上我們就直接就 就直接就 呃離開了 好所以就直接就return 好 然後我們當然這邊我們就是用剛剛所提到的 呃 所謂歸凸賽跑的一個演算呢 我們這邊我們就可以去找到它的 特別應該來講是要找到它找到它的一個slow的地方 好 那因為我們在這邊所設的是 或者是 faster nest是有的 faster nest的nest也都有 所以我們在 reverse的地方我們的current的開頭是slow的nest 好 才用這樣一個方式 然後這邊當然就是 才用two point的一個方式 我們當然就可以 啊 將這個 呃 呃 後半 後半部的 呃這個linking nest就可以做反轉 啊當然 最後你你這裡的slow的nest你當然要設為空 好 這邊要稍微留意一下 最後一個步驟當然就是要將我們這 這兩半 好將它 啊透過 呃 題目的要求啊 將它 merge起來 所以我們這邊設兩個節點 A呢就是從head開頭的 那b呢就是從previous開頭的 所以的previous這個基本上也就是 呃 後半的 一個反轉 那只要這兩個 呃 節點都有的情況下我們就進行下面的 這樣的一個疊代 那我們這邊先設 A的nest 其實就是a的nest 好我們先用這變數 b的nest也是b的nest 好然後我們這邊透過他的順序 a的nest當然是b b的nest是 a的nest 好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然後在 呃迭代 呃快結束前呢 我們在 呃更新a跟b 啊 a就更新為a的nest b呢就更新為b的nest 好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 啊利扣實際的一個情況 好 好那 有關程式部分當然就是跟剛剛所提的是完全是一樣的 好我們這邊當然是加上一些優化 那因為這個已經sumic過了我們就 只是針對 啊他 這裡的case 我們去做 做執行 好 看看他應該都是正確的 好這都沒有什麼問題 好 這兩個 個都是正確的 好 那基本上呢 其實這個問題應該算是這幾天 呃立扣 的問題比方說是 呃第 206題的 reverse linking list 啊這個部分 所以這部分 那我們這個linking list的反轉部分基本上就是採用 啊這樣一個方式 好 那另外呢 呃 這裡採用gray to 賽跑的應該是也是昨天的 biccode 第 234題 啊 所謂的回文 啊回文的問題 啊 那我們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 呃應該昨天的哈 這也是採用gray to賽跑的 呃演算 去找他的中間的節點 後面再做 自傳反轉 好所以昨天跟今天的一個 解法其實都蠻類似的 只不過說 是今天的你還必須 啊 再考慮所謂的 兩個list 他的一個merge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大概就先彈到這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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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